在美华人迎接个人健康保险开放这个投保期间 如果发现保费还要再涨一成多的话 到底要该如何因应 东森新闻和华星保险联手推出的 好险在华星系列报道 特别找来了团体健康保险的顾问来深入解说 老公保险 机缺房屋保险 健康保险 新规上路 任何保险问题我们这里都有答案 东森新闻 好险在华星系列报道 如果发现您的健康保险涨价了 您会怎么做呢 买呗 你不买怎么行 不买看病的时候没办法 我应该会选择不保 或者是看看别的保险吧 可能就去找有没有便宜的保险公司 可以帮我做便宜一点的保费吧 针对民众担心健康保险保费涨价的问题 其实接下来的这几个月呢 正是个人健保的开放投保期 那最新的年度呢 将会有10%到20%不等的涨幅 其中呢 又以PPU的计划涨幅比较高 如果本身您自己有开公司 或是是中小企业负责人 甚至是说本身您有经营家族企业 其实不妨考虑用公司的方式 来购买公司的健康保险 而不需要受到个人健康保险涨价的影响 因为在前一阵子呢 其实公司的健康保险 有一波的降价的趋势 所以这个时候用公司健康保险来做的话 很多时候往往比个人还来的便宜 那至于其他的好处呢 还有以下几个好处 第一个就是用公司做 您可以用公司的方式来报公司开销 可以省税 再来呢 如果是员工的部分 员工自付保费的部分 其实可以从税前扣掉 也可以达到节税的这个优势 另外 公司健康保险 不管是在网络选择上 医生上面 另外呢 还有公司的计划选择上 其实也都比个人健康保险来多得很多 那很多民众可能在外面就医的时候 会发现 我现在的个人健康保险 医生好像都不收耶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对特定的政府的补助 像Cover California的方案里面呢 的确有时候因为网络的限制 很多医生可能并没有签合约 但是如果您是用公司健康保险 来做来就医的话 其实公司健保的网络比较大 很多医生的接受度也比较高 所以在此呼吁 如果本身您是中小企业雇主 本身你有公司员工 不妨结合大家的力量 来一起用公司的方式 来做一份适合大家需求的 公司健保计划 稳战加州亚艺市场中 规模最大的全方位保险经纪公司 华星保险 好险在华星系列报道 下一集将继续来回答 团体健康保险的各种问题 也敬请观众锁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